哈喽,大家好,我是一小点儿,今天我们来做一款松软香甜的吐司,蜂蜜吐司。 这个食谱我们采用中种法制作,关于中种法的介绍可以参考之前的北海道吐司的食谱。 牛奶用微波炉加热15秒左右,到温热但不超过40度的程度,加入酵母化开。 中种法的酵母不需要使用耐高糖酵母也可以,搅匀之后加入到高筋面粉中, 边加边搅拌,然后用手揉成团。 成团之后先盖上盖子,让面团醒10分钟。 10分钟后随便揉几下,面团就揉匀了,稍微不光滑也没有关系。 我们把它盖好,室温下醒发一小时,或至少等到它长到两倍大,然后放到冰箱冷藏发酵一晚。 中种面团最多可以在冰箱里冷藏三天。 下面我们来制作主面团。 这是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中种面团,不需要放置到室温,可以直接使用。 里面充满了蜂窝状的组织,把它撕成小块。 然后向碗中加入高筋面粉,糖,奶粉,奶粉是增加奶香味的,没有也可以不加。 盐,打散的鸡蛋,牛奶,还有蜂蜜。 先用筷子大致搅一下,让材料聚集在一起。 然后我们把面团转移到揉面垫上来揉面。 如果有厨师机也可以用厨师机揉面,每款厨师机揉面的速度和时间都不一样,只要揉到和手揉的状态一样就可以了。 因为加了蜂蜜,开始面团很黏,要借助刮板来聚集面团。 这时候不要轻易加面粉,等到把面团揉均匀揉透之后它就不会再粘手了。 因为不同面粉的吸水性会有差异。 如果面团揉匀揉透以后还是非常失黏,可以稍微加点面粉调节一下。 我们用这种搓洗衣服的动作来揉面团。 具体的手揉面技巧可以参考之前发过的手揉面教程。 大概揉8-10分钟,切下一小块面团来检查。 撑开来看,能够形成没那么薄的膜。 铜坡薄膜洞口呈现锯齿状。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加入软化好的无盐黄油。 将黄油与面团揉搓均匀。 这个过程大概需要3分钟。 黄油全部被吸收以后,继续重复揉搓的动作大概10-15分钟。 直到切开一小块面团撑开来看, 能够形成透光的薄膜。 铜坡薄膜洞口是光滑没有锯齿的。 这就是我们做吐司所需要的完全扩展阶段了。 如果面揉不到位,面筋的延展性不好,就会影响吐司长高。 最终面团温度要控制在28摄氏度以下。 如果中间面团温度过高,可以放到冰箱冷藏降温10分钟。 把面团向后折叠整理好。 盖上盖子,室温静置40分钟。 因为中种面团已经经历过一次发酵,这里发酵时间不需要非常久。 面团发酵好后,我们把它转移到案板上,用手轻轻按压排气,然后把面团分成三份。 三份面团的重量分别大约是165、175和175克。 中间那块面团我们重量稍微轻一点,这样吐司烤好之后不会中间的山峰高太多。 把面团由小碎面的一面朝上,将面团折叠几次。 把碎的面团包在里面,然后翻过来再手心搓圆。 底下用手捏合。 表面如果有大气泡把它拍掉。 三个面团都揉好后,盖上保鲜膜醒15分钟,让面筋稍微松弛一下。 醒好后拿出一块面团,案板上稍稍撒一点面粉防粘。 把面团光面朝上,用擀面杖擀成一个长方形。 然后把面团翻过来,现在是光面朝下了。 把面团从上到下卷起来。 接口数捏合一下。 三条面都卷好之后,盖上保鲜膜再次松弛15分钟。 两次擀卷可以让吐司组织更加均匀,也能增强面团的面筋结构,让吐司更容易长高。 将面团接缝朝下,用擀面杖擀成大约25厘米长的长条。 把它翻个面,让光面重新朝下。 然后从上到下卷起来,让它自然地卷起来就可以,不要过度拉扯面团。 注意卷的宽度要一致,不要外圈比里圈短。 最后把接口捏合好。 将卷好的面团方向一致地放入吐司盒。 注意要把最轻的那个面团放到中间。 然后将吐司盒拿到温暖潮湿的地方去进行最后发酵。 一般我会用微波炉烧开一碗水,然后迅速放入吐司盒,给面包发酵创造一个封闭温暖又潮湿的环境。 没有微波炉也可以在烤箱里,只是要提前拿出来以便预热烤箱。 算好自己烤箱预热所需的时间,提前预热烤箱到180摄氏度。 当面包顶部基本长到与吐司盒边平齐的时候,在表面刷上一层鸡蛋液。 用羊毛刷把多余的蛋液在碗边刮掉,再去刷,这样才能薄而均匀。 注意缝隙盒边上也要刷到。 将吐司放到烤箱中下层,烤35分钟。 吐司表面上色会很快。 当你看到颜色刚好的时候,就用锡纸盖在吐司表面来隔绝热量, 防止表面颜色过深。 吐司出炉后在桌子上震一下,震出里面的热气, 然后脱模,再往架上晾凉。 刚出炉的吐司它的酒精气和残余的酸味还没有散进, 所以不要着急吃。 吐司刚出炉可以闻到蜂蜜的香气。 晾凉掰开后,柔软拉丝,入口绵软细腻, 还可以尝到淡淡的奶香味和刚刚好的香甜味道。 无论是单独吃,还是切片抹果酱吃,都非常美味哦。 谢谢大家的收看,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, 请不要忘记帮我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。 B站的朋友请不要忘记投币转发收藏。 我是一小点,我们下期再见。 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